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聊聊取英文名字的话题 大家可能因为工作需要或者是方便和外国朋友打交道 或者是你居住在外国,你有了宝宝出生 你想跟他取一个好的英文名字 其实英文名字要比中国的名字要简单很多 传统上来讲他们一般都是从圣经上取圣的名字 或者圣经故事里面人物的名字 后来名字进现多了 然后可能会从国外引进一些名字 另外创造了很多有含义的名字 但是总体上来讲 讲英语的人取名字都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范围比较小的 所以英文的名字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在有限的名字里面挑一个而已 不像中文的名字 中文名字 首先所有字都可以做名字 另外很多名字是两个组成的 所以它可以变成有无限多种组合 所以英文是浅词 中文是造句 是完全不同的 简单很多 总体来讲简单很多 所以他们有时候你发现 有时候我也不能理解 为什么他们会懒得 父亲跟儿子取一样的名字 比如说 George Bush 老布什小布什 就是都叫George 他就用个middle name把它区别开来 比如说老布什就叫George H. Bush 然后小布什叫George W. Bush 或者叫George Junior Bush Donald Trump的儿子也叫Donald Trump 他也是用个中间middle name 来把它区别开来 或者叫做Donald Junior Trump 这样的区别 现在的英语名字呢 虽然选的范围多了 但是好像大部分人还是用圣的名字 或者是圣经里故事人物的名字 比较多一点 或者是取一个自己崇拜的偶像的名字 比如说歌星啊隐心啊 或者取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 或者含义比较好的名字 另外呢就是不同的年代呢 有不同的流行的名字啊 比如说有的名字 某个年代流行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不流行了 如果大家实在没办法的话呢 也可以上网查一查 比如说2020年最流行的名字 前50名前100名 你从里边挑一个名字 我估计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了 对不对 你听上去好听的 或者你觉得挺好的一个名字 又在这个最流行的名字里面集中一个 那这个名字应该没问题了 当然大家也要注意受伤的流行文化 比如说什么名字是流行的 什么名字是过时的 过时的名字当然就最好不要用了 对不对 在这里呢我特别建议大家不要用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Karen 其实这个名字呢 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 甚至有段时间还特别流行 但是最近这几年呢 Karen这个名字呢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大家注意这个新闻报道里面呢 会发现啊 频频出现Karen这个名字 而且这个名字已经不是一个名字了 她是专指某一类的女性 而这种女性呢 多为中年女性 她是专指那种神经大条的 不可理喻的 在公众场合无理取闹的那种 负面形象的女性 大家在新闻报道上 有时看到啊 She is Karen 或者是说 California Karen 就是指这种女性了 为什么Karen这个名字 会惨遭这么不幸的命运呢 我想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Karen这个名字 在五六十年代呢 曾经非常流行 1965年 Karen是排名第三的 最受欢迎的名字 2010年以后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就开始步入中年了 中年女性呢 叫Karen的人就比较多了 那碰巧呢 在新闻报道里边 发生这种 胡搅蛮缠的女性中呢 恰好又刚好很多 她们的名字都叫Karen的 慢慢Karen这个名字呢 就多了一个含义了 其实别的语言 也有这样的情况啊 比如说我们中文里面 也有啊 比如说用一些比较老土的名字 来取消那些比较老土的人 我有一次去法国旅行 我就知道法语里边 也有一个类似Karen这样的名字 有一天有个法国朋友 送我到机场 在路上突然有一个女人 横过马路 幸亏我这个朋友击刹车 否则就会将她撞倒 我这个朋友刹完车以后 嘴里吐出一个字 Jewisette Jewisette也是个法国女性的名字 我想她的含义跟英文的Karen是一样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记住 最好不要用Karen这个名字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会